那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卡片吧 他這個回饋的話其實 他基本上就是國內1%海外2.5% 然後繳稅等會有0.3%這樣 這張卡片其實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你自己是有繳稅大戶 你是繳稅大戶的話 你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隨雜費啊 然後還有什麼水費電費有的沒的 然後還有你自己的重子 所以要找很多的話 你可以考慮辦下來使用 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像我的話 我自己本身的重子 所以大概去年 不過才講30千塊 就是一個機率最低的 那基本上這張卡片對我來說沒有用 因為你5千塊的版本是0.3% 不過才幾支塊錢而已 那到底用這張卡 跟我用永豐卡 講到底有什麼差 當然是永豐比較好啊 永豐還給你6%對不對 Flygo卡的回饋 國內1基本上就已經打爆它了 所以這張卡片 它到底有沒有競爭力 我個人覺得沒有競爭力 連我們的Banky卡 隨隨便便都把這張卡片打爆了 你知道嗎 Banky卡都已經1.2跟3%了 假如說你不喜歡LinePoints卡的話 那反而你應該要辦這張卡片 為什麼 因為這張卡片就是所謂的國內外 至少永老1%起跳啊 所以要 我覺得應該要看你自己本身 對這個事情切入的角度怎麼樣 如果你把它跟其他 2019年其他卡片來比照的話 它的確沒有那麼好 但是它其實是送過信託 所有信用卡裡面 算是免連費 但是又好 回饋還不錯的信用卡 甚至它連角度都有 它這張卡片我個人的觀感 我個人的觀測我覺得說 它其實應該是會在5月份引起很大的半卡浪潮 為什麼 因為它的亮點就是繳稅的回饋 不管它給的回饋高或低 基本上只要有回饋 它就已經跟其他的信用卡拉出很大的距離 那再來的話就是 一般使用中國信託 常態使用中國信託信用卡的 他們基本上 可能都不太在乎這個回饋率的部分 所以它一般呢 比如說它的中文聯名卡回饋率本來就很爛啊 就點那個紅利點數耶 紅利點數中性的紅利點數 一倍拿0.27 然後就很爛 那它如果換成這張卡片的話 它可以拿到一盤紅色率 其實它就有半卡的動力 所以我們不要跟這些厲害的 這個會使用信用卡的相比 一般的普羅大眾 對一般的普羅大眾人 有的話 這張卡片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可能會成功 所以這個是他們產品PM厲害的地方 信用卡快品 就在我這兩分鐘之內我就降完了 所以有沒有需要 到底要不要辦 你們就自己決定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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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